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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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在《圣经》当中 有一个人物 他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子 他一直想要 如何把这个女孩子得到手 这是记载在 撒姆尔夏 第十三章 当中的一个记事 这个人就是 大卫的大儿子 安嫩 他非常喜欢 大卫的一个女儿 叫做塔玛 也是亚沙隆的妹妹 他非常喜欢她 可是又不知道如何 能够来亲近她 于是她身边有一个朋友 告诉她说 这样子好了 你就去跟你的王说 去跟你的父王说 我生病了 我想要我的妹子 我想要我的妹妹 塔玛她来看我 最好她来亲自来为我做饼 我想我吃了之后 我身体就会恢复 大卫王 她不宜有她 就叫塔玛 去看她的哥哥 安嫩 当她去看她的哥哥的时候 她的哥哥说 全部的人都退下 只留下我的妹妹就好了 她就请这个妹妹 去厨房擀面 擀面团 然后做了饼 然后请她拿到房间 给她吃 当塔玛进入到安嫩的房间之后 安嫩就起了那种欲念 然后就把她的妹子压下 她的妹子说 不可以 我们两个是兄妹 你不要做这样的事 这样子以色列会羞愧 那你如果真的喜欢的话 你可以跟王说 你请王把我嫁给你就好啦 那这个塔玛这样子说了之后 安嫩还是不为所动 她还是让她的情欲 胜过她的理智 于是就玷污了她的妹妹 玷污了她的妹妹之后 圣经写说怎么样 她从此之后 怨恨她的心 比爱她的心更深 说怨恨她的心 比爱她的心更深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也在想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肉体 顺着自己的情欲 去做所有的事情 可是在圣经上 却告诉我们说 按照肉体的是死 唯有向着神的才是平安的意念 帝兄姐妹在世上呢 有很多的物质 一直让我们像在 关在实验室的笼子里面的老鼠一样 一直转的摩天轮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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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在追求我们认为的幸福 我们认为我们的幸福 是在这个物质上面 于是呢 我们就去追逐 可是当我们追逐到她之后呢 又觉得食之无味 又把她丢弃了 然后这个世界呢 又兴起了另外一个风潮 又有一个什么新的产品出来 大家又开始去追了 就这样子 一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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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让我们的情欲呢 让我们的欲望 带着我们走 弟兄姐妹 后来暗嫩这个人呢 就死在他这个情欲的当中 后来呢 他就被这个鸭沙龙呢 杀死掉了 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圣经故事 我不知道我们心有没有被提醒 我们可能要很小心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追逐一个名牌 或是追逐名车 或是我们在追逐 满足我们欲望 觉得这些欲望呢 可以让我们能够跟别人平起平坐 甚至我们能够超越别人的 可是这一些有可能 会让我们落入那个死亡的网络 从此以后呢 我们就会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 一直寻找 一直寻找 于是呢 我们也失去了平安 我们就被这个生活所有的压力呢 冲刺 让我们在我们的里头 缺乏了这样的平安 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 牧师 我发现 当我追逐到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时候 他跟我讲 这个钱呢 在这个帐本里面呢 只是一个数字 变来变去而已 其实我们能够吃的也有限 我们能够用的也有限 吃太多呢 胆固醇过高 吃的太好呢 怕也血压 胆固醇 或是这个肝脂肪都过高 于是呢 都要怎样 适量 要节制 那我们在生活上 不是如此吗 当我们追逐越多越多的时候 有可能这些 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累赘 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压力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圣经 暗嫩这个人 我们也来学习 让我们真的是 让我们的意念 向着神得到平安 不要让我们 超越在这个物质的当中 不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物质里面 被淹没 以至于我们失去的方向 以至于我们走入了那个死的网罗里头 愿神与我们同在 愿神保守我们的意念 胜过一切 让我们的心真实 有从神来的平安与爱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 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 让我们肉体的情欲被钉死 让你的意念在我们身上来彰显 好叫我们的人生有平安的意念 好叫我们在你的里头 爱你胜过爱这个世界 孩子感谢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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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